洛杉矶台湾书院从2月开始举办电影展 书展并且邀请很多的学者专家 藉由深入的分享来探讨台湾文学的多元风貌 吸引很多人到场参加 洛杉矶台湾书院从今年2月开始 与台北国际书展同步 举办阅读台湾现代文学经典展 不但播放作家纪录片、电影欣赏 还有精彩的书展以及丰富的讲座 受到了热烈回响 上周末他们举办的第三场座谈会 邀请到了史书美、季一新、廖炳慧、白瑞文等专家学者 探讨台湾文学 许多的社区民众都到场参加深入对谈 我们这一次举办阅读台湾文学 现代文学经典特展 最主要是想要呈现台湾文学 在英语的世界里面 我们到底有多少的书籍以及文学作品 能够介绍给美国人 因此我们特别办了这样一个展览 那么我们同时搭配了几场重要的座谈会 像今天的座谈会是由UCLA三位教授、史苏梅教授、 Michael Berry教授、以及Robert G教授、跟加州大学 森迪亚哥分校的教授、廖炳慧教授 一起来探讨台湾文学的各个面向 我想这个因为台湾文学需要在美国社会发声 让更多的美国人在美国社会里面 更了解台湾文学发展现况 跟几个重要的成就 所以我们特别办了这样一个书展 那这个书展在4月6号结束 欢迎大家到台湾书院的现场来这边参加这个书展 我们也有同时多场的电影放音活动 在文学电影的改编以及文学短片的拍摄 台湾有很多重要的成就 除此之外 在洛杉矶台湾书院举办的书展当中 可以看到完整的文学作品音译版 现场还有阅读区 让大家在舒服的环境下细细品味作者们的文字之美 紧接着每周二周四一天有三场的纪录片文学短片播放 4月1号以及4月8号周六下午1点到3点 将分别播出孩子的大玩偶与西别海岸电影 更多的讯息请至洛杉矶台湾书院脸书专业了解 活动直到4月8号 尽情把握机会 感受台湾现代文学经典的深度内涵 中网电视采访报导